大家好 这里是YT这一家频道 我是这一次的主讲人 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你有看过敲行虫的幼虫吗 现在是敲行虫的季节 当然有敲行虫跟独角仙 那独角仙的季节应该已经过了 独角仙的寿命比较短一些些 你在野外看到独角仙 大概只有1到3个月的寿命 何况在野外的时候呢 他的寿命非常的短 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几乎他就会死亡了 死亡以后呢 他剩下的就是幼虫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幼虫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幼虫 不是台湾的原生种 他是来自于菲律宾的一种 鬼焰敲行虫 什么是鬼焰敲行虫呢 他就是台湾也有分布 他分布的鬼焰敲行虫 他大概最大可以长到9公分多左右 现在的季度是往外突破 那他喜欢柑橘树 如果在北部很多柑橘树 柑橘圆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他的幼虫 他的成虫 他成虫大概寿命大概在半年附近 那你给他适合的土 昆虫用的土的时候 他就会下去产卵 产卵就会产生幼虫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国外的 国外的比较大只 我的这个品种 他可以长到10公分左右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他所吃的东西 那吃是什么呢 这个是木屑 敲行虫跟独角仙 他们有一个共通性质 他们其实都是以木屑 这一类的东西为食 只是独角仙所需要的 木屑的腐朽度更多 这个其实是一种 我们所说的 如果在野外的话 他就是一个木头 经过了一些菌类的 长菌类以后 慢慢腐朽腐朽以后 他就变软软的 那昆虫就会把他的卵 产在其中 产在其中以后呢 他就会利用这个为食 非常有趣 那我这一只呢 是那个鬼燕 鬼燕很有趣 鬼燕会在你看 鬼燕会在中间里头做个大洞 他会把中间挤成一个空间 然后躲在里面 这个是少数的 敲行虫才有的现象 不是大部分的 不是每一种敲行虫 都会挤一个洞 有些会挤在中间 那这种敲行虫 是比较可以耐累的 如果你想要养的话 相对一般的 超行虫而言 他比较耐热 可以忍受到30度左右的温度 但是尽量 如果你想养敲行虫的话 尽量给他一个 比较低温的环境 大概在27 28度以下 是最适合的 那 如果你没有冰箱 没有空调的话 要怎么做呢 我以后教你一个方法 很简单的方式 但是他 比较少人知道一些些 他可以维持在水温 大概在30度以下 让你的敲行虫跟独角线 比较不会死亡 但是他只能做少数的个体的使用 因为他没 通常没办法做太大的环境 OK 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这个是木屑 我们把它倒出来 我们看一下 好 还没看到他 你看 这个是他所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他吃一次以后 利用他的大便 跟他的那个 木屑 把它堆出一个 类似那种空间的大小 所以很有趣 他会利用他的粪便 跟他的木 食物把它堆成一个空间 然后他就躲在里面 这个是这种鬼焰敲心虫 很大的特性之一 好要现身喔 你看 这一只就是鬼焰敲心虫的幼虫 好 那么就很像奶鸡啊 对不对 这一只是母的 这只应该是公的 还是母的 看点像公的 公的好像头再更大 这只应该是母的 好 那这一只呢 其实 你可以看这个 他就长成这样子 鬼焰敲心虫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他屁股很大 这个屁股很大 那 他在成长的时候 他会长这个屁股 那 现在目前我们把它倒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他的 有没有 这是他的大二 有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被他咬到 咬到会很痛 那他一样有六只脚 你看到一只 你看 只要仔细看他有六只脚 你看到六只脚 那 那 主要是六 昆虫都是六只脚 他幼虫也是六只脚 那这种 鬼焰型的敲心虫呢 他 特点就是他的屁股很大 然后 他的 敲心虫 他的 这个是旁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他的气孔 他的呼吸的地方 就是靠这个地方 一个一个一个点 一个点 这是他的呼吸的地方 那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养 这种敲心虫的话 要给他什么环境呢 首先就是他的食物 这个就是他的食物 敲心虫的话 随着不同的种类 他所需要的腐朽度不太一样 鬼焰他所需要的腐朽度要高一些些 他不像一般的敲心虫 他比较像偏 吃的类似腐植土的 大那种感觉的 那个腐朽度 那 好好养的话 我们所有的敲心虫的大 成虫 都是靠幼虫的大小 幼虫养越大只 成虫越大只 那幼虫要怎么养越大只呢 有两个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食材 一个就是温度 如果你想要养大只的个体 一定要有良好的温度 这是很重要的 那有良好的温度之下呢 还有良好的食材 要养分够啊 他才会长大 如果他养分不够的话 那就只能小小的 对 那温度呢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还有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食材 食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你看他现在想挖挖挖挖下去 那 因为 为什么要把它挖出来 因为他要换食材了 他的食材已经开始腐坏得太严重了 那所以我要换新的食材给他 那接下来改天有机会的时候 我再教你们看 如何知道你 养敲行虫的 这个墓穴的湿度 要有多少的湿度 嗯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养敲行虫 不过以前在养敲行虫的时候 也是养得非常的夸张 甚至我曾经在我的 温控室里头 有撒到3000只以上的敲行虫 那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最近又有回来养一些些 就养鬼燕这一系列的 其实我之前还蛮喜欢 另外一种敲行虫叫 长颈鹿敲行虫 在我那时候说我养到15点多的大小 不过那时候是有温控室 因为现在没有温控室的状况下 想要养出那个大小大概是不太可能 那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想弄个冰箱再养敲行虫 是敲行虫非常的迷人 非常的有趣 如果想要养的话 欢迎你留言 小朋友欢迎你留言 那我们在讨论教你怎么养这个东西 这个很可爱 可小心 他还好他不太会攻击人 有些会攻击人的话 他会反着咬 那反着咬你就会怎么样 是不会怎么样 我们怕咬到他自己 咬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死亡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 小心不要让他咬到他自己 他其实比较脆弱 咬到我就最多还好 就是会痛而已 咬他自己他会死掉 那比较麻烦一些些 好 感谢我们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这里到时候会有一些 敲行虫的资讯 或养虫的资讯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频道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